七彩的微風 咳咳咳咳咳 不好意思 走錯棚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紅月娜 今天呢 是我麥可平板生存的第57集 最近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常常都有觀眾叫我要做什麼 安德塔欸 嗯其實也不是最近啦 就是很早很早以前 好像第六截還是第七截吧 就有人叫我做安德塔 那...簡單來說 就我覺得蠻麻煩的就是了 不過呢 我也覺得OK啦 因為你看一下我這些服務頭啊 帽子 其實...都有損傷啊 所以說我們修裝備呢 除了會需要用到鑽石之外 還會用到非常大量的等級 沒錯吧 那基本上就是 安德塔是目前...應該吧 是目前賺取經驗值最快的刷怪點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出怪效率非常高 因為中階就只有中階使者而已 出怪很快 好 那... 我們就不要說那麼多有的沒的 直接前往... 直接前往中階 不要擋路 喔喔喔喔喔喔 等一下 這樣這樣這樣 這樣我就很危險啊 好痛喔 我只是不喜歡打到你而已嘛 在那邊... 凶什麼啊 莫名其妙的豬欸 OK GO 來囉 我們來到... 安...呃...我們來到... 地... 我們來到終界 那首先呢 要做安德塔呢 我們會需要用到一種生物 叫做終界蠻 各位知道什麼是終界蠻嗎 就是... 一個紫色小小隻的 以前跟杜魚用的是... 同一個模組吧 只是顏色不一樣 然後呢 終界蠻這個東西就是... 他跟終界使者是敵對的 終界蠻呢 他不會自然生成的 你唯一要弄出他的方式就是... 一直丟終界珍珠 一直丟終界珍珠 他就有機會出來了 那我也不知道到底要多少個 終界珍珠才夠 所以... 所以我們就... 算了算了算了 那不重要 不重要 我們先丟沒有意義 重點是我們要先把平台挖出來啦 中界蠻這種東西最後才放 OK 那中間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的... 回歸傳送門 那我這邊會建議就是... 安德生怪塔 建議是在最高 就是像這種最高的地方挖 各位也知道嗎 中界底下是沒有激眼的 你一挖挖挖挖可能就會... 挖到底然後就掉下去巡洞 所以說一般我會建議你... 要... 至少這一層 至少你挖到底那一層 要超過43個 那首先我們會需要這些材料 礦車... 一個... 嗯...鐵軌... 鐵軌是為了擺自礦車啦 因為你礦車不能直接放在地上嘛 然後兩個水桶 然後告示牌兩個 地板門四個 然後四個半磚 這些都是我做多的啦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已經命了名的命名牌 因為剛剛前面也有提到 我們會需要終界蠻這隻生物 那終界蠻它是怪物嘛 如果你離開這裡了 那它就會消失啊 對不對 所以說 各位也知道啊 就是用命名牌命名怪物的話 這隻怪物就絕對不會消失 除非它是被打死這樣 然後還會需要很多很多的終界珍珠 因為終界珍珠 我一顆都沒有帶 我想說來終界三個就夠了 那我們就 定在這裡好了 這裡感覺不錯耶 就決定是這裡了 這裡感覺就是終界最高的位置了 那首先呢 我們就先挖四格 像這樣子挖四格 然後在這四格 以這一兩塊為中心挖一圈出來 這樣子 有看到嗎 這樣子 然後 這個地方要挖三格 三格真的有夠吵的耶 吵死了 一直 狗狗狗狗狗狗狗 閉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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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閉嘴啊 吵死了 OK 那就如我們剛剛所說 我們需要挖三格 三 走開啦 誰叫我進去 我在介紹 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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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死了 那現在我要在這邊教大家 就是你在終界被安德追的時候 你可以怎麼樣擺脫安德的追殺 就是你要像這樣子 跳到一個離島上去 跳過去 沒有跳過去 我要死了 跳過去的話安德就追不上來了 可是 我跳不過去啊 啊像這裡這裡可以 這裡可以 這種離島也可以 他就會這樣子 喔原來我離他那麼遠 他像這樣是順不過來的 因為安德 他距離不過遠的話就不會順有沒有 然後我們先在這邊補一下這邊的路 我有點害怕 為什麼要沒事找事之後去砍那隻安德啊 對不起我錯了 這草啊 嗯 等我做安德達 我把你們一個一個抓出來的獻祭 莫名其妙 OK 那我們回歸這裡 接著就是 其實這邊也要挖掉啊 這邊全部都要挖三個 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先 先倒水好了 為什麼要帶兩桶 因為兩桶可以做無限水 基本上你這些就是 全部都給他放滿水就對了 那告示牌的部分 你要放在這個地方 還有這個地方 這樣就可以擋住水流 然後 你會需要拿出你的地板門 地板門的話 就是 各位也知道啊 就是 最新版的怪物 他就是像這種旋律 他不會很直插的跳下去 如果會的話 我剛剛被追插就自己跳到虛空裡啦 所以說 你放地板門的話 他會以為這是一個實體方塊 你把它拉下來 他就會直接衝下去 他就會以為這裡是有方塊的 不錯不錯 這個就是安德的智商動 各位有看到嗎 這樣子 然後我們要在這邊 從這一個開始 往下數43個 往下數43個 為什麼呢 應該說43個是安德 你摔下去會剩下一滴血 這樣子 所以說43個是必要的 這樣子 OK那這邊我們就直接往下挖 記得啊 你往下挖的時候 你必須要 就是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往下 不然的話很危險 OK OK 看來這個地方夠深 這裡就是43個處了 我們可以在這邊就是 挖出一個空間 像這樣子 安德會掉在這個地方 然後不會死 我們就可以從這邊砍他 砍他 賺取最重要的經驗值 OK 那我們挖上來啊 各位有看到吧 常踩那個隧道 然後啊 重要的來囉 各位也知道嘛 就是 我們會需要一個目標 來吸引安德 那基本上 你要自己站在這個中間 然後 一直看他們 我也是沒有意見啊 來過來 給我衝 通通給我下去自殺 下去 有沒有 你衝太快了吧 你碰到水啦大哥 OK 就這樣子嘛 然後我們就是 要弄一個 可以放中箭滿的地方 這樣子而已啦 然後 在上面這個地方 就是 你給他放 鐵軌 放鐵軌 然後放礦車 這樣子 接著就是 等等 我們要先 我只有四個腹肉耶 所以我也知道啊 那個 你 你丟珍珠會扣血耶 這樣不太妙 就是 你要這樣子丟 不好意思 錯了 這樣子丟 等等 不要跳丟 你會挖進去 我的天啊 挖掉 太危險了這個 根本就一堆Bug啊 好 OK那我們回來了 那接著呢 我們就是要 多殺一點安德 至少 湊個一組 湊個一組 湊個一組珍珠出來 好了 那用我們之前 常常做的啊 用船 我們用船來殺安德 像這樣子 有沒有 超爽的 他只能站在那邊 給我砍 欸 你 你 你幹嘛 我是看到你了你 你有 你有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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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 我要死了 我 我天啊 各位 打安德手小心啊 你不要拿劍把自己的船砍爆啊 不要像我剛剛那樣子啊 我天啊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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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不不 你要去哪 不 要跑出去啦 該死了家伙 看來我們要增高一點 下去吧 下去吧 好 那 我們再試試看吧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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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有了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對不起我錯了 不要打我上去 不要出來 拜託不要出來 欸 幹嘛 為什麼 你有 你有事情喔 我的天啊 你為什麼要欺負我的 小蠻蠻 走開 唉 我真的會瘋 你知道嗎 喔 還有有有有有有有 這是運氣比較好喔 快點快點快點 OKOK他上去了 OK 來過來我幫你命名喔 你可以跳起來嗎 我怕他跳出來喔 幫我們下去命名他好了 可以這樣子 OK OKOK還好還好 我們成功我們成功 我們成功讓那個 終界蠻存在這裡了 還很好很好 然後呢 我們要拿出我們的 半磚 半磚的部分要 鋪在這個地方 這樣子我們的安德塔 就算是完工了 等等等等 我這樣子把 等等等等錯了錯了錯了 不好意思啊 礦車 礦車一定要放 進去礦車裡 進去礦車裡 OKOK進去了進去了 因為如果你不讓那個 中間滿進鐵軌的話 他會亂跑啊 因為我們機子要打掉 是後面這一個啊 好 那我們這樣子應該就OK了 機子就是把 這一層 全部打掉 讓安德來跑過來 讓安德來自殺 有沒有 他就會一直往下衝 有沒有 太棒了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那 我們就下去撿屍體 各位有看到吧 下面滿滿的安德佼佼 有沒有 太棒了 然後這個地方你看 安德看不到我們 我們就 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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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OK 那我們上來了 各位有發現啊 周圍的 終界使者 基本上 有看到的 都會往這邊跑過去 那像這一隻呢 因為他被這個塔擋住了 很麻煩 所以說 一般而言 我會建議你 如果真的要蓋的話 要把這些塔 全部就是 至少 要讓 終界使者可以看到 然後啊 各位有發現就是 其實他 終界使者是 也是有距離的 像這些地方 這些地方 這個地方安德 他不會出過去 所以說我會建議你 把這邊全部 插亮 就是 這個就比較麻煩一點啊 你要把這些地方 全部插亮 讓他不要生怪 一般你只要把周圍的 生怪人全部壓制 然後你人鎖在下面的話 他就是 就是他只會在附近出嘛 他出了就一定會看到嘛 他就會一直往下衝 一直往下衝 一直往下衝 那我們這一集就差不多先到這 那如果你喜歡我影片的話 可以在下方點個喜歡 別忘了好訂閱 有什麼建議的話 也可以留言在下方 讓我知道 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